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14904分别涨0.01 0.45和0.61 欧洲方面英国占0.5 德国负0.6 法国负0.37 亚洲方面日本负0.64 香港恒生负0.97 中国上海负0.36 代表恐慌和摊粉的指数升到了77 升到了77 是非常的高 通常到了80 市场就差不多了 目前已经到了77 SPY也涨散了4700点 它的阻力在4800 距离4.8 只有大约1%左右 那么债券市场美国的短期债券 3个月5.38 6个月5.34 1年4.95 2年4.45 5年3.93 10年3.93 30年4.04 2年4.45 HIM 10年3.93 大约差 0.5 2个quarter 还是倒挂 不过倒挂了 已经缩小到2个quarter Community方面 西德州油72.47 布兰特油77.95 Natural gas 2.52 黄金 2027块 小麦 617 铜 384.5 美元的指数方面 跌到102.51 美元兑人民币 7.13 美元兑日元 142.7 美元兑欧元 0.92 美元兑日元曾经去过150 下年降到142.7 那么从技术面来看 SPY它的这个 support 大概在4600 主力大概在4800 短期的range 4600到4800 长期的range 可能是4300到5000点之间 按照目前的规划 SPY今年赚225块 明年赚245到250块 会有大约8%的growth 利率方面 由于CPY现在是在3.2到4之间 core是4 全面性的CPY是3.2 但这个距离联邦的2%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按照上一次 Fellow Chairman的谈话已经开始讨论到 明年可能的降息的幅度和时间 有的人说3月 有的人说6年 那么幅度还是3个quarter到5个quarter 这是目前的讯息 那么当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在美国的Fellow的这个Member里面 纽约的这个Fellow就代表分队 认为现在谈这个降利息为时过早 但是因为CPY基本上已经是往下走的趋势已经形成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CPY是往下走就不太会有再加利息的可能性 但是要谈到降利息就要看经济有没有衰退的可能性 以及衰退的速度是不是让危害到未来的这个经济状况 因此目前这个的说法是利率不会再上升 可是下降是明年3月到6月以后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明年是美国的这个大选年 在外面有两场战争 一个是俄乌战争 按照目前来看乌克兰有可能这个无以为弃 可能会在明年俄乌战争会休战 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在这个加沙走廊 在这个跟哈马斯的战斗 一般的看法也是大约会在两个月到半年之间会结束 所以这两场战争在明年应该是会结束 这是对市场好的事情 利率又往下走 也是对市场好的下行的状况 我是秀银翔 我的电话是7139883888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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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